这个是8月28号的这些 这些的飞行的轨迹 这一张图被大家所广泛的使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无人机 这个我们所讲的TB洞洞腰 TB洞洞腰是双尾蝎的无人机 它是真打一体的 因为它是双尾蝎 它是双尾蝎 大家听到双尾就是双巴隆机 然后这个是黄色的 从这个台湾的北部向东飞 然后一直到这花东的外海 还进来还在继续向东飞行 这个地方 这个TB洞 然后回来的回程按照原航路返航 另外一个就是侦察的BGK洞洞武 降龙系列的这个这样子 也是飞到这个花东的外海 但是它是向这边飞之后呢 再向这个西飞行 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就是日本的这个石原 与纳国岛跟石原岛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飞到这个它的空域范围之外 然后背面飞到它的领空 是这样 然后其他相关的这些迁舍 迁舍来的特别多 迁舍来的八架子 这么二四六八 都穿越到海峡中线 到海峡中线里面 台湾训练的空域来这边飞行 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是这一个运巴的反潜飞机 跑到这个地方做反潜 跑到这个地方穿越巴士海峡 到这个地方 跟这个TP洞洞1跟BGK洞洞武 你看在这个地方做重叠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放下这个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个热区 你看它的这个曲线就知道 还有包括了这个迁舍漆有四驾驶 那迁舍漆的四驾驶跑到这个地方 这个迁舍漆在这个地方 迁舍漆竟然还出来 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迁舍 这个是迁舍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我认为这不是那个迁舍漆 它是单发龙机 单发龙机的话它常过来 换句话说任何不喊 千十七 千十一逼 千鸿漆 都到台湾的这个海峡中讯来活动 它不是主力战机 主力战机的话千十六 还有这个千二零 或者苏三栋 还有二十字架的苏凯三十五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换句话说 它把这个都广泛的练兵 不是说只是特定的机种 通通来这么练兵 在这个地方 对台湾形成一个这个环形的包围 所以我们看了几个 这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多机种 它不是单一特殊的机种 多机种 第二个有人机搭配无人机 而且无人机已经形成重点 看得出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 无人机形成重点 第三个不要忘了 它特别加到繁浅的力度 在巴士海峡 这个就是我们叫运巴这个繁浅机 是巴士整个通过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的平均宽度 大概200到300公里之间 水深1000到3000公尺 非常适合潜见的进出 所以这变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三个特色 有什么不一样 最先我们看有什么不一样 归纳出来有什么逻辑的现象 把这些的军事上的 不管战术或战略的眼光 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 因为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一张是828的 828的时候这一张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一张特别的长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轰溜轰炸机 到这个地方出来的 轰溜轰炸机 然后在这个地方 也有这个BZK动动物 绕整个北台湾 这个边有棉花雨 有花瓶雨 还有鹏家雨 在这个地方 钓鱼台在这个地方 钓鱼台 如果大家熟悉这方面的 这个地理形式的话 钓鱼台在这个地方 它换掉经过这个北台湾 绕了北台湾 这个是一个顺时针的 顺时钟的方向 当然这边还有千石锡 千石锡的两架是在这个地方 也包括轰溜轰炸机 这边还有一个 千石锡在这个地方 这台湾的西南的空域 这换句话 巴士海峡是重点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那这个是8月28号的 那我们来看8月29号 8月29号的话 就是8月29号 我们一直轮流 827、828、829 今天9月4号 昨天是九三军人节 抗战胜利 1945年抗战胜利 现在是2023 2023减1945 这是78年了 其实 民国34年抗战胜利 现在是民国112年 112减34 这个78年 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是顺时针的方向 顺时针造语圈 从台湾的北部 绕过这个彭加宇的北方 然后下来 跟台湾这个平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是个平行的 然后这平行 这个宜兰 可能宜兰部有部署防空飞弹 地盾空防空飞弹 在这边 特别跟它做平行 跟刚好这个海岸线做平行 然后因为这边有宇纳国岛 所以它稍微这边突出一下 再通过了宇纳国岛 向整个东南下去了 东南下去 为什么要这个撇一撇 因为它这个宇纳国岛跟石渊岛 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图的比例是很小 所以没有把它画出来 然后从这个地方下来 一个像西南非 贴到这个中华民国的防空识别区 这个地方下来 通过巴斯海峡 然后因为这是顺时针 这个方向大概是295到三洞洞的方向 这样子 295三洞洞的方向 这样子过来 然后回反到原住地 那这是BZK洞洞 BZK洞洞它是纯侦察用的 上面可以挂电子光学的相机 然后看市区要可以挂远距红外线的相机 也可以挂合成孔径雷达 可以看得出来 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无人机广泛的运用 这是一个顺时针的飞行 绕岛的飞行 另外有两架的 我们讲的这个牵石 锡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远边 但是它因为在防空识别区之内 所以它也把它用出来 东沙岛在这个地方 东沙岛 在东沙岛的北方 东沙岛在这个地方 现在有国军驻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的 日本就把它也做公告 日本公告 把这个BGDK刚才那一张的BGDK动动武 因为我们只划到这门就不再划了 为什么已经到日本那一端去了 已经出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了 防空识别区 那我们这张可以看到日本的 虞纳国岛跟石渊岛很清楚 日本的这个是虞纳国岛 虞纳国岛飞行的时候可以看到 因为它在宜兰跟花莲的东侧 这个海上的这个岛 上面有个机场 机场在这虞纳国岛的北侧 因为我有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平行 这个地方是因为 侦查到整个南洋平原 这个花洞 因为有这个地方 通过了虞纳国岛 像有点就像我们讲的 这个东南的方向就去了 东南方向去 然后出去到第一岛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通过日本的 日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所以这边它没有画出来 这个地方是这个样 因为刚才有上面那一张 大家如果做比较的话 因为已经到达我们台湾 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 它到这边它就不再画了 这张其实它有出去 其实它是一个 这个逆时针的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 日本只画到一半 因为它已经出它的雷达涵盖区了 已经出它的雷达涵盖区了 它不再画了 这样它不再画 那我们国防部 它把这一段没有再画 只画到这一段下来 直接下来 这一段出去它没有画 这是日本的公告 日本的公告有时候比较详细 它是针对着日方的这个区域 这边就是我们讲的 这边是宫谷海峡 这是八重山列岛 这边是琉球群岛 很清楚 包括拿拔 我们叫琉球 在这个地方 有美军住房的 这个就是有宫谷海峡出去 这边上面是巴士海峡出去 非常的清楚 我们把它做个中整 因为今天九月十号 我们把八月份的轨迹看一下 这是八月份 八月份整个轨迹我们看到重点是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整个西南的空域做活动 你看它的所有的架势 把这八月份只要再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 通通把它划出来 这是海峡中线 这是一个防空识别区 这边有个45度角度 这边是平行巴士海峡 这边是一个三六栋的航向 划出来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框框框就出来 彭家宇 花瓶宇跟棉花宇在这个地方 换句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海峡中线很清楚 经常都有过来 这是中华民国国防部所公告的 那这种在北方可以看得出来 彭家宇的北方在这个地方 彭家宇 换句话台湾的东部是重点 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的时候都在这种重点 它现在转到北边 慢慢形成重点 变成南北 南北很清楚 然后出来之后很清楚的 它这个中华家 也变成在台湾花东外海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 一个戴战区 变成一个戴战区 花东戴战区 变成有这个状况 已经出来很清楚了 那这边还有一个小小 这是反潜在飞 这边反潜 大家看怎么会有这个小小的 那它从哪里来 从哪里去 这边反潜的飞机在飞 舰载机 飞弹护卫舰 或还有飞弹 这个我们讲的飞弹 这个驱逐舰 在这个地方 起飞 起飞他们这部还潜的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已经习惯出来了 换句话 整个的淮潭机能的情况 一个月125架次 我们乘以12 那你乘以12的话将近2000架次 1500到1600架次 这个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出来 8月份的是这个状况 这不是最高的 这不是8月份是最高 最高的话将近200架次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已经变成常态性了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比较关心的F-16 那台湾的F-16是个样子 它的发动机也换了 它本来是F-100发动机 我们看一下Block拐动 Block拐动它是序号 Block的1动2动到5动 现在到拐动 将来可能有8动9动 序号越大 它的档次越高 一直在改 那有几个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有五个不一样 推力加大了 发动机它有更新 更新它的发动机 还有一个它的雷达 雷达由原来的 突破雷达变成相位阵列雷达 很清楚的 AISA叫相位阵列雷达 雷达看得更远 看得更远 另外一个四行油箱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么加个四行油箱 增加油量 四行油箱 四行就是适合的四 大家可以看出来 跟它的流线性有点改变 仔细看 要仔细看 因为有一点点重叠的感觉 不是那么的清楚 四行油要 让它加大航程 另外一个 它这边的话 机身有优化 有优化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逆中的功能 雷达不过想要吸收它 会比原来的 也来得困难一些 它有局部逆中的功能 机身它已经把它优化了 另外一个工房里 它的这些武器 我们讲的AIM-9X 也只有Block拐动 可以发射AIM-9X 其他就发射AIM-9L AIM-9P 这些相关的序列的飞弹 AIM-9X 那要Block拐动才可以 它要配合它的飞行的头盔 可以看出来相关的这些 有五段不一样的 这边稍微介绍 因为这是网络上公开的 这边有些空军司令部 脸书专业 它有图表来做介绍 那我们这边再做一个说明 从雷达介绍到 它下面的武器系统的 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个大一点的 大一点 来 看大一点的 这个更清楚了 我们从机首 AISA雷达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地方 它的整个的探索的 整个距离变大了 这个相位阵列的雷达 整个距离变大了 另外一个 这边讲到的它的头盔 头盔系 它的任务的 它的可以看到哪里 打到哪里 它头盔不一样 头盔 新台并一千多万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 它这边有特别的说明 这边有讲到的 航电系统 这边航电系统 这些在机背上面 航电系统 这边增加了 更来的 它的航电系统 比原来的更好 另外一个讲到的这边 我们所说到的 这个四行邮箱 包含它的可以 还有优化的设计 飞行的时间呢 可以到过一万两千小时 整个因为 整个里面的限速都换新了 一些重要的这些 这些我们叫系统界也都换新了 换新的话可以飞到 本来是八千小时 那本来设计的本来是八千 现在是一万二 这边写得很清楚 八千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这边有写增加百分之五十 八千小时 现在经过这方面的更新 这边变成一万两千小时 另外一个推力加大 推力 推力加大 这边很清楚 它的推力是多少呢 两万九千五百磅 以前我飞腰动势的时候 是一万五千八百磅 两万九千五 是一千 一万五千八百磅的多少 这样子大家算一下就知道 它推力蛮大的 所以会这样子 它下面的机翼下面的挂载 跟机幅下面的挂载 这AM一两栋很清楚 还加上一些 这些我们讲的 雷射导引炸弹 这边很清楚 这边都有 这是属于中长城的 中长城的 这AM一两栋 大体C7 它现在已经到C8都出来了 下面当然还可以挂一些 香尾蛇的 AM9X的飞弹 所以一般来看 它的整个作战的 这种能量都提升了 我们再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边只能点到为止 那我们先来看两个座比较 原来的150架 跟现在新买的 这66架 F16V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150架 当初每一架是4千万美金 总价款 你这个一箱成 总共是60亿美金 那现在66架是130亿美金 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它一架是 已经到了8千万 越来越贵了 5G只会越来越贵 因为它不断地更新 相关的装备 这个价码比原来 同样还有通货膨胀 30年跟现在又不一样 这东西只会越来越贵 很清楚 这刚才讲的 AESA雷达 还有这些头盔 还包括了 这个可以打远距遥攻 AM9X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按照头盔 看到哪里 可以向后 向前发射之后 可以向后面去转 因为你看到之后锁定 它一些相关的这些 数据资料 马上给那个AM9X向后 去打后面那一架飞机 还有远距遥攻武器 AM9154 远距遥攻的武器 还有M88的 这个反辐射飞弹 都可以发射 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特点 那这原来的 它经过了原来的 它是这个 这个火神的机炮 这个20厘米米的火神炮 也加关了这些 捞腰洞 五洞的火箭舱 都有空对定的炸弹 反舰的飞弹 通通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 它可以发射的 这个都可以发射 因为它 它可以发射的 这个不能发射 AM9X的话 它不能发射 不能死 因为它还是 我刚刚讲的 AM9L AM9P 实在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 它只要是 它可以发射的 它都能发射 它都能够运用 它的功能更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何外的折扣 是大型堂 的 是大型问题 感谢观看